美国民间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所研发 希望载人上火星的火箭圆形 星期二是在德州完成了高空试飞 却在降落的时候爆炸化为火球 这影师这款火箭二度降落失败 博SpaceX乐观认为 取得了许多有用的飞行数据 下一次测试将会很快展开 这款由马斯克创办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所研发的 星舰序号9火箭圆形 星期二在德州波卡契卡发射升空进行测试 当它比值飞到10公里的高度时 便逐渐洗掉发动机转向水平位置 展开一系列测试动作 就在飞行约6分钟之后 这枚火箭高度已经降到1.5公里左右 准备重返地面 没想到这时火箭出现状况 以错误角度轰然坠地 随即爆炸换为火球 索性火势没有颇及SpaceX 假设在附近发射台的星舰序号时火箭原型 虽然在收尾时再度发生事故 SpaceX首席整合工程师 仍旧乐观宣称 这次试飞搜集到许多飞行控制的数据 只需要在降落上多努力 下一次试射任务将很快展开 不过分析认为 接连发生意外 要获得监管单位批准 难度将会提高 SpaceX则是希望 这款可重复使用的火箭 有朝一日能实现 在人上月球过火星的梦想 公事新闻在会面第一